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宠物鉴定团 Pumpet Oh My Love 宠物发烧精品 有了造型防具耳挂 让您不用再担心耳朵发言或异味咯 跟大家拜个早年 再过八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恭喜发财 好了 那我们就来给他 穿一个毛色的鞋子 有这边后脚已经开始了 后脚已经开始Michael了 宠物新闻 会算算数的米格鲁猎兔犬 1加2 对不对 1加4等于多少 9减5多少 9减5 因为牙齿也很好啊 就是还是一样可以这样子 嚼得很仔细然后再咽咽 这就是容易肠胃脂 我知道了 搞不好以前流浪的时候 吃过鸡骨 他很喜欢吃骨骨 不是 就是不能吃 就是不能吃 每次吃就是一定要做鸡骨 不 这么严重啊 你家的狗宝贝猫甜心 是不是都害怕上医院呢 而你又会想要帮他们选择什么样子的宠物医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独家推荐的两家装潢设计独特 又具有坚强医疗团队的宠物医院哦 宠物特别气话 你一定还记得电影《摩登大圣》中那一只弹跳力十足又淘气可爱的麦乐吧 但是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全种的狗狗吗 不 真的有回想到那个Jim Carrey的电影了 真的就是一只狗家都这样发的狂气 对对对就是一直跳 今天谁坐台 你知道宠物有3C吗 到底是哪3C和我们宠物宝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精彩独家的宠物鉴定团 好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那就是真的是特别 是是是 加油我 你好 喂喂 你太抬起我了吧 你好你好 你好焦焦 蓝姐我们这个画面好像观众会有点时空错乱 错乱的感觉 感觉好像守住一万花筒 对回到十几年前种一万花筒那个感觉 对不对 小笨筒 对 赛金花 是是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千万花 对 对不起我们老人先讲一下往事 大家好 欢迎大家 不过很可惜 因为今天这个元气不在场 对不对 我带了一个 跟元气一样 这个照片上面有一点像元气 猜犬 可是我记得 因为以前焦焦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养狗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 其实对狗没有什么兴趣 对 我那时候其实我以前 就是包括你啊 或是我身边很多人 尤其小燕姐 对不对 她养狗养了几十年 真的 对不对 你应该放她的照片在后面 就是殿堂 殿堂级的人物 台湾演艺圈养狗的 她算是对不对 那可是我就是一点没兴趣 对啊 那是怎样呢 很奇怪 然后直到有一天 因为我那时候做节目的关系 那制作人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弄个狗 然后就说让气氛活跃一点 而且养一个日本品种的 所以就养猜犬 结果呢 后来养了半天 三个月过去 我还是不敢带回家 我说你们先帮我养一下 基本的架构 比如说尿尿大便 在报纸上这件事情 你们帮我训练好之后 我再接奏 所以那个人变成 现在是元气的保姆 那我出国的时候 我也比较放心交给他 因为他跟他很熟 他们两个没事 会写email 很熟 所以就是说 他们两个熟到 没有 这是真的 没有MSN 但是我会用视讯 让他看看他在干嘛 好 电脑真的很方便 有时候保姆想他 等一下 可是你不在家的时候 狗会自己开视讯吗 不 我在的时候 是 对 就是我在 保姆想他 在MSN的看一下这样子 因为毕竟 就是还是自己熟识的人 带的话 会比较好 这是一种 尤其像我 其实你也很清楚 我16岁就离家一个人住了 那多半都是一个人的生活 那除非偶尔朋友来打麻将 以前交到一些坏朋友 导播也不错 知道要拍他 这里也因为没有人 因为阿亮没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常常在那边 打保龄球打到早上 神经病 打麻将打到早上 然后打到一半 阿亮还说 对不起 我要先回家 把我的摩托车还给我老婆 你们先等我 我再回来打 那一段荒唐的岁月过去之后 我们就发现很空虚 一个人 那狗就真的是 整个家庭都活跃 然后那个空间真的很棒 然后我跟他都一起睡 一般人可能是 有些人不跟狗睡 狗不准上床 我以前也是有这种洁癖 我的人也不太能上床 对不对 但是现在狗都是跟我睡 然后他会自己这样 比如说我睡在这里 对不对 他就跳上床 对不对 然后就爬 然后绕个半圈 就黏在 就靠着你 一屁股就坐在我的身边 是 然后我翻身这边 他就站起来 再绕绕绕绕绕绕 再一屁股坐下去 那个感觉就贴心到不行 好好 对啊 那狗一定要配合我们的颜色 粉红色 你现在才发现吗 我现在才发现 因为刚刚看特姐说 今天大家都粉红色 蛮不错的 对 他很无辜 他真的很无辜 他根本 不是他在动一下 大家才知道是真的吧 其实 他没戴上粉红头套之前 他都很活泼 真的还假的 好有自尊心的 很多人就说什么 剃毛的时候 狗会特别的自卑 他就不看镜子 他就不看 对 不看镜子 不敢出去玩这样 他竟然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他也会动一下 不然观众也没 他 本来他丢东西进去 这样你会不会有可能呢 就是你刚刚做了一本新书 这个东西上路许可 哈日上路许可 那可能你下准说 会不会就是老人鱼狗 其实我之前就有出过一本 元气狗日记 因为你长期在日本 你不知道 有 那本书卖得很好 我还有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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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场 那 其实那个书 平常就是我一个养狗的记录 那 其实它没有什么深奥的学问 它就是 从第一天到我家 我在阳台陪它大小便 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 不过今天娇娇 还特别带来了 这个风华十年就 好音乐了 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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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高兴 谢谢 所以里面有写嘛 土菲菲姐 菲菲姐因为今天没回来 所以就送你 蛤 就 反正都日本来了 你帮我转给菲菲姐好不好 可不可以 你回去的时候 我还可以帮你转给DV 好了 好 菲菲姐 DV不用晚上我就怕 好 送你了 好啦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 好啦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宠物发烧精品 那就是 哇 来来来看一下 又是粉红色 哇 今天就是PINK的世界 是 是 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你觉得 应该是耳套吧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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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这样有保暖的功能吗 完全没有 对呀 而它这个呢 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功能的 是 是 是 看我们这样戴上去 然后呢 请把它的耳朵从这边拉出来 有没有 这装饰品吗 这个没什么功能 谁说的 它可厉害了 因为啊 你看 我们这样把耳朵拉出来之后 这边 这样可以踢得走是不是 不是啦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空隙出来了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边有没有 给它系紧 它就随时都有这个好可爱的东西 好像辫子了 对呀 这样好像绑两个辫子对不对 当然它除了可以做装饰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让它的耳朵不要一直这样盖下来 不要去长虫啊 对 湿疹之类的 对 然后或者是说 你还想说给它变个造型 把它的耳朵 不好意思啊 让你一直抱着它 没问题 这样子 多张声起来 就很像中国娃娃有没有 对对 绑两个球柱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耶 过年了 对耶 你看 真的是耶 对对 我跟大家拜个早年 再过八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不幸好才 妈妈 来来来 这一颗是非常可爱的啦 所以它只是这样装饰居多啦 我觉得 没有啊 可以让它的保持干燥通风 还不错 好像它蛮喜欢的 它很喜欢 它不喜欢就抠嘛 你看它没错 它非常的喜欢 其实我一直在捏它啦 不准抠 不准抠 没有啊 其实呢 另外还有一个呢 给小狗狗穿的鞋 我的妈呀 那既然我们今天都是粉红颜色啊 好可爱喔 那我们就来给它 穿一个粉红色的鞋去 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你这边后脚已经开始了 后脚已经开始 Michael了 他现在已经拒绝我帮他穿这支了 那他现在因为后脚已经穿了一支 因为他有点害怕 因为你前脚比较不好处 不管怎么样好不好 也许我们没有给这个狗狗挑队这个尺寸 但是呢 这个是最近最新流行的 丑物发烧精品 有这个造型鞋 还有造型的防菌耳挂在这边 希望可以为您的这个宝贝呢 然后让它更健康 没错 或是更花俏 或是更有趣 对 更受到大家的欢迎 是的 好 好 那我们继续上完了 发烧精品之后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这一个宠物新闻 那就是 你有常看到人家的店里面 会有狗狗在那边看着店吗 会啊 会啊 像我的店的隔壁就有 就有一家 它就是有一只小小的白色的 我不知道什么品种 反正就是很乖 很乖 那这种狗其实 我都觉得很佩服他们的主人 因为它教得一定很好 因为你不能对客人不礼貌 你不能乱教啊 对不对 所以我都觉得他们的主人都很厉害 要不然就是莫名其妙就跑出去了 对 也不能跑掉 谁一叫就走了 对对对对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招牌犬 而且呢 它还会很多很多厉害的功夫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今天的这一则宠物新闻 今天宠物界定团 来到了台北市的三重市 要介绍一只会算算数的米格鲁 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知道哦 他不仅仅是一个新算高手 他还是这家照相馆的当红迎宾钱呢 好 好 好 看著來往的人群 彷彿在說 男客人來喔 客人進門的時候 還會偽隨著他們 走進到店裡面來喔 敏格魯耶 這是敏格魯耶 為什麼… 怎麼有那麼乖的敏格魯 我幾歲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來 好可愛喔 蔡強真是楊先生的好幫手 除了他那可愛的模樣 會攪攬不少的生意上門 對於來帳相館裡的客人 會非常的熱情黏在他們的身邊喔 不僅僅是帳相館裡 當紅的贏兵犬 蔡強還是個心散高手呢 當初養的時候是 想說我一個朋友在狗院上班 他們那裡常常會有 被人家遺棄的狗 然後問我說 有一天忽然打電話跟我講 有一隻敏格魯要不要 很漂亮 很漂亮 想說試試看啊 就好久沒養過狗了 那想說多一個伴也好 剛開始養到牠的時候 不曉得說敏格魯 牠剛好在流行 那個也不曉得是 剛好牠在流行 然後很多客人就覺得很好奇 這隻狗好漂亮好奇怪喔 怎麼會有這麼大耳朵的狗 然後其實真的 對於店裡的生意有一點幫助 至少一些年 至少客人進來 有時候不是為了要玩 就是要洗唱片 他是為了要來看狗而已 那也不錯啊 帶了一些人潮也不錯 叫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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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好 乖 就像這樣子啊 叫爸爸以後 然後 開始了 等一下喔 二加二多少 好 OK 那就是這樣很厲害啊 好戲登場 衝突才藝大考驗 來 表演設計囉 閉嘴 來 一加二 對不對 二加三 來 坐下 好 九減五多少 九減五 九減五 太棒了 有那麼厲害的狗狗呢 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好不好 三加一 太棒了 都給你 好 我們現在來上算數喔 一加四 等於多少 厲害喔 來 好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算減法 八減四 等於多少 八減四 哇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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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完了精彩的心酸表演之後 讓我們對於場長的聰明程度 有了另外一番見解 招像館中 自從有了場長的出現之後 上門的客人 就變了絡繹不絕 場長自然就變成了 招像館裡的活招牌 如果你家也有這樣聰明 又會招攬身影的狗寶貝 都歡迎你來跟我們報名喔 寵物鑑定團 花皮 Oh my love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真的好棒 又聰明又乖 真的 不過這就是流浪狗的特性 因為他被拋棄過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比較穩定 像很少有這麼穩定的米格魯 小燕姐家有一隻叫寶貝 那就是瘋狂到一個境界 每天要陪 小燕姐說他有一段時間 因為剛開始在養成的階段 每天回家就陪他玩 你丟我撿 兩個小時 一天喔 一個晚上要陪他玩兩個小時這樣 去 來寶貝好 乖去 來 這樣子 後來那陣子小燕姐 蝴蝶瘦就沒有了 因為長期的這樣子練習 很好 不用吃藥 可是因為米格魯是 可能因為他的天性 超級熱情的 對不對 因為獵兔的犬 對不對 所以那隻手真的是受過傷 所以他才會這麼優勵 是啊 但是也表示他很穩定 現在也成熟了 今天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也邀請到了 這一個可愛的恰恰 來到了我們的現場 還有我們的楊太太 楊太太 你好 那養米格魯的話 那你平常會要特別注意到 他的什麼方面的問題嗎 腸胃方面 腸胃喔 對 因為這種小狗腸胃本身就 比較不好 是 對 然後所以他吃肉的話 其實骨頭都不行 對 連大骨頭都不行 不行 是喔 奇怪 滿面能腔的 對 因為他可能腸胃比較 容易受傷吧 對 還是 你的尾巴翹的形狀 蠻詭異的 直挺挺的 還是他的牙齒有什麼毛病嗎 我可以看看你的牙齒嗎 他的牙齒也很好啊 看牙醫 就是還是一樣 可以這樣子嚼得很仔細 然後在驗度 可是就是容易腸胃過的 不知道 搞不好以前流浪的時候 吃過雞骨頭 他很喜歡吃骨頭 可是就是不能吃 就是不能吃 每次吃就是 一定要住院 真的喔 這麼嚴重啊 那他有沒有什麼怪癖 什麼嗜好 跟一般的狗 覺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怪癖 對啊 他就是 他還是跟我們睡 然後上床之前 他會先 飽餐一頓 然後再到床上 吃肉 睡肉吃 可是狗狗他不是吃飽了 比如說兩個鐘頭左右 他就會要自動去上廁所了嗎 那不一定 真的 不一定 也是會便秘的 也是會便秘的 有時候三兩天 沒有三兩天 大概兩天沒有大便 我們家也是會這樣 所以它不是固定的 就是我剛剛講 半夜也是要起來 是 然後可能一大拉西 好難清喔 對不對 拉西 你知道拉西嗎 知道 就跟人一樣 會有親過 因為之前我們家有隻狗狗 得腸炎的時候 那很慘對不對 後來他因為腸炎 然後就走了 對啊 那個真的很可憐 沒錯 那在這邊我們要再次謝謝牆牆 還有我們的楊太太 謝謝 來喔 帶狗狗看病呢 真的是一個需要學問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像我之前真的有發生過 我們家的狗狗就是因為霧疹 然後呢 他就走了 其實這個就是跟我養的時候 的觀念一樣 我希望他有固定的保母 固定的醫生 固定的醫院 甚至有一次我去那個醫院 他重新裝潢 我還有點不高興 因為我覺得說 那你這樣 那狗習慣了 你這樣忽然間重改 要重新適應一次 會怕 那個狗真的 一看到那個手術台 在這裡剪 剪個指甲 都是把我們弄得遍體淋傷 現在有很多很多的醫院 可能也是 為了狗狗好 然後呢 也為了視覺上的效果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為你介紹的 兩家很特別的醫院 這是狗仔大壽命 其中有一間 還跟你有一點點關係 真的嗎 厲害了吧 來來看一下 趕快來看看我們今天的 狗仔大壽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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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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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狗 你知道是什麼狗嗎 那隻狗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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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我怎麼記得啊 你這老朋友怎麼不先告訴我一下 有這一題啊 你不要覺得 你不要覺得我們節目那麼晚播 就可以變現自己 我剛剛有講什麼嗎 要 我講拜國狗的名字啊 就改成字幕就好了嘛 奇怪 那隻狗 不是米隔骨嗎 不是米隔骨嗎 誰說那差多了好不好 所以說其實那裡面那隻狗 大家印象出人很深刻 可是真的很少人知道 那個品種到底叫做什麼品種 有意思 是什麼品種 還滿可愛的文章對不對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今天我們的這一個 寵物特別企劃 為您介紹這一集叫做 捷克羅素格 請看 相信大家一定看過電影 摩登大聖中 演技精湛的金凱瑞 所飾演的上班族角色吧 而電影當中 他所飼養的狗狗麥樂 更是一隻討人喜歡 又鬥趣可愛 機靈的狗寶貝 而麥樂在電影當中 知道自己的主人 被壞人所陷害 而關進冤獄時 因為護主心切 想要跳進監獄中 幫主人逃獄 這經典的畫面中 更是表現出了他的彈跳力 相當的驚人喔 哇哦 如此彈跳力的驚人天賦 你知道牠是什麼品種的狗狗嗎 而牠的彈跳力 究竟是先天俱備 還是經過後天室內的呢 就讓我們寵物鑑定團 來為您揭開這一個秘密吧 就讓我們先來為捷克羅素犬的外型 做一個細部的分析 種種有神的眼睛 下垂成到V型的耳朵 濃密粗硬的T毛 短而筆挺的尾巴 結實寬闊的胸膛 強而有力的後腿 結實魂厚的寬部 線條優美的身體 圓弧修長的穩部 捷克羅素選檔案 捷克羅素梗 原產地英國 標準身高30到35公分 標準體重8到10公斤 性格通明敏捷 特徵其品種分為短毛 鋼毛 以及長毛 主色為白底加上 黃色褐色黑色 山種色塊斑 捷克羅素犬的背部 平直而且強壯 四肢長而有發達的肌肉 尾巴在較高的位置 尾巴的長度 在手可以握得左右的地方 就可以結尾 毛皮為較粗硬的鋼毛 而且旋長茂密 毛色為白底加上 黃色褐色以及黑色 三種色塊斑 經過我們寵物精靈團的細心追查 現在就讓我們帶著各位觀眾朋友 一起到桃園去揭開這一個彈跳高手 捷克羅素犬的真實生活 您好 阿棟嗎 您好 我們寵物精靈團 聽說你這邊有養一隻 彈跳力超高的捷克羅素犬 那他在哪裡 帶我們去看 在家裡 羅素兩歲是個女生 個性活潑好動喔 就因為看了電影之後 覺得很可愛 對牠這隻狗狗滿有興趣的 那就開始 在兩年之前就開始找牠的資料 然後就是研究牠的個性這樣子 那這隻狗已經養了兩年了 牠現在已經兩歲了 牠其實跟一般的梗犬的個性一樣 都很活潑啊 很聰明 很機靈 可是比較特別的就是 牠對其他狗狗會比較排斥這樣 牠蠻適合跟人相處的 因為牠也蠻黏人的 但是牠的個性蠻好勝好強的 然後也會管我們家的狗狗啊 但是唯一的好處是牠不會亂叫 蠻適合住公寓或大廈的飼養 當然我們知道捷克羅素犬 是一個彈跳力非常驚人的犬種 但是在300種的犬息當中 各位觀眾朋友 你知道還有哪些狗狗 也有這樣的彈跳力嗎 而要擁有良好的彈跳性能 又必須該具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所以我們現在這位各位觀眾朋友 挑選出了具有彈跳本能條件的犬種 牠們分別是 貴賓犬 現在我們就讓這三隻狗狗 一同來做一個彈跳力的測試比較 看看捷克羅素犬 是不是真的就是 全界的彈跳高手 當然要成為彈跳高手的狗狗 本身的條件一定是要非常地優秀喔 而牠們之所以能夠跳得比一般的狗狗還要高 本身的肌肉和骨骼的結構 也更是令我們感到相當好奇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三隻狗狗 哪一隻才是全界中真正的彈跳高手 為了要讓各位觀眾朋友看一看 究竟是哪一隻狗狗的彈跳力最好 我們為這三隻狗狗 設定出了兩種的測試方式 分別為 障礙跳高測試 定點跳高測試 我們先將狗狗訓練學校中 又來訓練狗狗越過障礙的器材拿出來 我們在器材上 標明了高度刻度 來測試這三隻狗狗 到底能夠跳過多少的高度 而後我們再利用 以食物餵食誘導的方式 來測試這三隻狗狗的地點跳高 究竟跳多高 迷你渡賓跳高大考驗 首先我們來測試 迷你渡賓犬的彈跳力 貴賓犬跳高大考驗 1 2 3 Come on 再來我們來測試 貴賓犬的彈跳力 捷克羅素犬跳高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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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Come on 最後我們就來測試 我們今天的主角 捷克羅素犬的彈跳力 我们下期 颁发今天的跳高排行榜 冠军杰克罗素犬 亚军贵宾犬 季军迷你渡兵犬 相信这三只狗狗的弹跳力 都是相当的惊人 果然弹跳高手杰克罗素 夺得冠军可真是当之无愧哦 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会对杰克罗素犬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吧 宠物鉴定团将会陆续为您介绍 更多更可爱 更不为人知的犬种介绍 敬请期待宠物鉴定团 POPPY Oh My Love 这样好像你很脏耶 怎么办 来来来 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活体 另外一只 弹洞好可爱 杰克罗素取更 叫什么名字 肥宝 肥宝哦 肥球 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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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啊 好可爱哦 肥宝 怎么那么肥宝 好可爱哦 叫肥宝 真的有没想到那个Gym Carry 真的 就是一只狗 但是这样发的狂 对对对 就是一直跳 超可爱 变身的明星 这种狗真的就比较激动 真的 它都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对不对 有就是大家出去狂奔之后 回来 忙碰 累 那是因为累 对 对 这英国的狗需要这么会跳吗 对好奇怪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天性 真的有奇怪 性格就是聪明敏捷 然后很勇敢 它有这个标准色块的分布 通常就是白色 对 它的色块好奇怪 对 然后有黄和黑等等 不同的区分 所以它现在还算是小狗 对 大概七个多月 对 你看它的毛还在刚好 在换毛是不是 没有 它这不是钢毛 钢毛 所以它那种毛比较粗 比较粗 对 它不是那种幽默默的毛 怎么那么可爱 这样子 真的很可爱 这样子 好好好 就就可以再准备 两另外一只狗了 就是杰克罗素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 这种有点呆呆的 看起来有点呆呆的 对 因为它这种眼神很天真 对 也很天真 然后而且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折耳 折耳 对 像我们家狗 你叫它闪电侠 它会这样 嗯 这样子 闪电侠 因为它耳朵是这样子 像那个美国漫画 所以我后来我就说 欸 闪电侠 嗯 这都会这样 那叫蜘蛛侠没反应 蜘蛛人它会 欸 神经啊 我干嘛还跟你配合啊 这主持人好难控制 好了 好累哦 我们要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这位 特别的这个杰克罗素犬 蜘蛛 还有我们林小姐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 那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 因为呢现在不管是生活上面 好像3C这个东西 充斥在每一个角落 你们家也有3C 3C 你是说科技商品 嗯 对啊 因为就什么iPad 什么Pad 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 这难免嘛 现在这种时代 数位相机啊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宠物 也是有3C 哦 真的啊 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 这个店名叫做这个 3C宠物生活馆 哦 那它是卖3C的东西吗 你觉得这3C是哪3C 3C开头英文字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 对啊 可爱 可爱 你说话是你的 对 我不知道 不是 你们的节目有这么长啊 他要问这么多问题啊 你可以直接C的吗 为什么啊 因为就难得你来嘛 都会剪掉啊 我们宁可不要播PC啊 但是也要留着你的画面啊 是 是 是 可以艺人来 还可以分室蒋有波 大家好 我不回答 谢谢 还可以艺人分室两脚啊 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对 我要说一个题外话 你有没有去整齐啊 我没有 真的 因为你跟蒋有波 真的是长很像 是他像我 我比他大 是 对呀 那以前我跟牧村像的时候 大家也说我像牧村 是他像我 他像我 他们都比我小 那这个3C到底是什么3C 我也想知道你快点讲 那就快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这个 今天谁坐台 3C宠物生活馆 今天要为各位观众朋友 介绍的一家高雄的宠物餐厅 宠物3C生活馆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跟我一样好奇 为什么会叫做3C呢 3C不都是一些电脑啊 通讯啊 电机的简称 到底这件宠物是哪3C 赶快跟着我们特搜小组 去一探究竟这3C的魅力吧 宠物3C生活馆 这是一家结合了多样的服务设施 宠物餐厅 而3C的由来以及魅力 更是店里面最大的特色 在夜耳楼的卖场里面 琳琅满目的商品 大大的满足你消费的欲望 我们从3C啊 这就是我们3C嘛 就是有Coffee 然后Camera跟Collection 那这个就是其中的1C 就是因为我们1楼的话 包含了很多 就是说像一些宠物用品啊 营养品啊 然后还有就是像罐头 就是狗狗平常吃的东西 都我们都是把它陈列在1楼 那我们二楼卖场的话 包含了就是宠物用的东西 用的东西的话 就是像衣服啦 睡床啦 拉带等等这样子 对那还有就是区隔那个 把餐厅区隔出来这样子 那就是提供给会员休息啊 或者是登工美容的时候的 那个一个服务这样子 在宠物餐厅里面 你可以喝一杯悠闲的下午茶 或者是和三五好友大谈狗精哦 这是我们宠物3C生活馆的 其中1C就是Coffee 那来这边的主人啊 都可以使用到我们人事的餐点 可以用到那个狗狗用的餐点这样子 那来这边的客人 我们都会互相交流 我们那个养狗的经验啊 然后还有他们有不懂的 也都会问我们 那我们就是会互相交流 那个心得这样子 对 而这家宠物餐厅里面 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 宠物显珍馆 这是我们宠物3C啊的 其中一个C就是CAMERA 那这一面墙上 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个狗狗 拍摄的照片 全部都在这个上面 那这就是我们跟宠物店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除了有餐厅 那还有一般的百货之外 就是我们还附设了宠物摄影 让狗狗可以跟主人一起来这边拍照留念这样子 那这面墙上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全部都是狗狗 还有他们主人来这边拍照留念留下来的照片这样子 那全部都是像很特别的就是像这个主人他们有养猪猪 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留念 因为其他的现在养猪猪的人不多 所以这个猪猪很可爱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摄影棚 那我们会就是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我们的那个宠物啊 还有主人一起拍照 那在这边就是可以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那像这些布景啊 我们都会就是 主人他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或者是说 我喜欢比较浪漫一点的 我们就会把它布置得很浪漫 那如果说比较喜欢像在户外的感觉 我们就会把它弄得比较像有在草坪啊 或者是有一些树有一些屋子啊 然后让你就是狗狗可以在上面跑这样子 对 超人气餐点 甜纳西鸡腿饭 不只是外形美观而已 而鸡腿更是用独门的酱汁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在苏大之后更显得香嫩多汁 是南店里面不可不吃的佳肴哦 红烧牛肉丸 健康又一样的牛肉加上面粉 还有一些高汤 柔成富有嚼劲的丸子 不仅是外形美观 更兼顾到美味健康 狗仔推荐 我们喝心哦 来到了宠物3C生活馆 不但可以和狗宝贝一起拍照 留下你和她的点点滴滴 做成一本充满回忆的写真集 你更可以安逸地喝一杯咖啡 看着你和狗宝贝的照片 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 这何尝不是人生的最大享受 不妨在放假的时候 带你家的狗宝贝来这里走一趟哦 宠物健康团 Puppy All My Love 欢迎来到第一个 第一大物博嘛 真的 所以其实 不过养宠物家里也是要够大啦 我也很怕那种家里小小的 那狗也不太开心那种 真的 不只是宠物店要大 家也要考虑一下 没错 因为像那个 又提外话 像你们家的那个地板 是 会不会因为狗狗 然后设计是成木头的 呃 我本来就是木头的啦 本来就是木头 不见得是为了它 但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转角处 它会特别的怕 所以我会铺地毯 让它比较安全感 让它在 因为比如说家里很大嘛 其实不大啦 但就是有一点路断 他就是说 他 我还是会怕 你知道吗 他从自己到这里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有点怕 所以我在中间会找一个转角 铺一个地毯 让它有个缓冲 这是一种方法 因为真的常常会看到 有一些狗狗 它可能住在家里面 是磁砖地的 那滑到一个不行啊 然后就光听到 它那个爪子的声音 对 它走路你都听得到 睡觉你都听得到 对 然后就是跑过去 然后就突然 这样子滑出去 所以像我上一个家的时候 更惨 就是你说的 它是那种很滑的水泥地板 所以我就买那种 小孩的那种垫子 直接沿着墙屁 墙屁 墙屁 直接沿着墙屁放屁 墙屁 铺成一排 就是通道 从房间一路 就沿着墙屁到客厅 就让它可以走是不是 完全破坏美感 可是就是让它可以 这样子快速地行进 你要懂得狗的生活 让它很开心 而且是健康 不然的话实在是太虐待它 太对不起它了 真的啦 不过真的是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可能就即将从此改评 叫做题外话 对对对 宠物题外话 它也都题外话 那是像话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改变了 下次再收场我们的 宠物鉴定 好 唱片 Oh my love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